穿上自製關公梯侯友宜進來平打關公牌 對誰喊話沒名說 盡在不言中 對新早期以來 我人愛這雅的信誘語氣 我們對我們的弟兄都說過 生死同盟齊心齊立 強調關公精神不是現在才有 早在40年前就放心中 只是郭董連辦10場大造勢 第一場還有國民黨一場主控 郭董連辦10場主控 我不能夠一個大老闆 卡住人來跟他講 他說結果要跟我們過代名生死 一定不可以讓人來感受 不可以讓人來影響 一定要專業為了台灣 要來拚對不對 挺他選總統雖然沒說出口 巧妙用站出來帶過 只是黨中央考忌會以說會需調查了解 任何如果傷害我們的提名同志或者是造成分裂 這是所有的同志或者是所有的藍營支持者是絕對反對 絕對不願意樂見的 其實我對整個狀況 我沒有評論 態度轉變很明顯 聽到郭董相關問題就是謝謝不清楚 但民進黨佔何能可得講清楚 賴清德也自己打臉自己 因為賴清德最近說到如果用電有不夠 他要啟動我們的核電作為緊急備載用 所以他才是一變再變 我從頭到尾都沒變過 郭董怎樣隨他去挑隊主戰場才重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